是 我們先從那個網路上去抓那個大樂透資料好了 那這個大樂透資料 當然不只是大樂透啦你只要 現在很多嘛玩法非常多你不過你只要Google找那個大樂透歷史這個關鍵字 大樂透歷史當然你還可以找其他啦那你第一個就是樂透雲 那這個是 也是有人特別去整理針對什麼大樂透的歷史資料幫你做整理 當然除了大樂透之外還有其他的像什麼六合彩 什麼精彩五三九來一直到什麼 有些甚至我完全連看都沒看過 那他有的好處就是說你點選他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大樂透 他把歷年來的 開獎的紀錄啊全部幫我列在這個地方 那總共呢會有六個號碼再一個特別號 然後7月14 7月11 OK然後這邊有每一期每一期 那總共的每一期每一期你可以看到底下總共有第1 這個是page 第一個page 到第48個page 那第1個page是最新的所以你會發現到第1個page 不過呢請各位觀察一下 其實未來如果說你要抓資料的時候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叫URL URL OK 就是他的什麼呢簡單講就是他的網址 那這個URL 有哪些地方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點第1個page的時候 那請你觀察一下有沒有 跟點那個第48個好了 OK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其他都一樣 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有沒有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你點第1個page 他後面有一個問號 加上什麼呢 index page 這個index page 實際上呢 其實就是動態網頁裡面傳遞那個參數啦 傳遞參數的一個名稱 叫做index page 後面等於48的話有沒有 實際上這個 等於48就是他的 參數 OK然後呢就是會丟一個index page 的一個值 48 那給哪一個啊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一個要點 ASP有沒有 那實際上 網頁的技術啊 有一種是靜態 是.html 或者.html 如果是動態的話 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是幾種 不外物是什麼 ASP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學過這東西 ASP 或者是說呢 當然比較常見的 PHP OK 應該有看過這東西吧 或者 小部分有什麼 JSP的 類似像這樣子 那ASP呢這是微軟的啦 他除了ASP之外新的還多一個X ASP X 那實際上ASP的下一代就是ASP .net 點啦 X實際上是點 net 所以喔那技術上其實還蠻有些地方是相似啦不過不完全一樣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動態網頁啊動態網頁簡單講條他做什麼 實際上呢就是動態的去撈後面的資料庫的資料把它秀在網頁 OK 那也就是說以前靜態喔如果說你用靜態你要隨時去 更新那些資料很麻煩 那如果你用動態的話呢 他可以隨時根據你的需求 去把 你需要的頁面資料從資料庫撈出來 丟到網頁上讓你看到 他做的事情大概就這些 OK 那我們這個重點 主要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看到了那我也大概知道 大概大樂透裡面的資料一到四十八頁 那我如果希望呢有沒有方法一鍵完成 所有一到四十八頁的資料全部幫我下載到Excel OK 那下載到Excel裡面的話你想說 我希望第一個 看能不能幫我把一到四十八頁 全部都匯整到同一頁 同一個工作表 因為一個工作表最多可以 104萬筆資料啦 這些應該沒有到一百多萬筆啦 反正大概 應該頂多是幾千筆吧 所以理論上一定是放得下 所以如果說第一個 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一鍵呢把一到四十八全部 下載 並且放在我的那個 我的Excel裡面的話 什麼方法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呢 我希望 不要下載到同一個 我希望呢 假設說我一個page 我就下載到一個Excel的工作表 一個page呢 就下載到一個工作表 有點像我們之前的那個 批次 篩選裡面 不是一個 一個 一個名稱改變 然後再把資料貼上去嗎 那其實概念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做出兩種效果來 那這兩種效果 我大概demo一下啦 其實這個地方 做出來就是把它全部抓下來 類似像這樣 那怎麼抓 第一個我先開個新頁 那我先把我做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是 有個批次 大樂透下載 特別重要批次喔 所以批次想到批次就什麼 一定有回圈 那如果有個再來可能需要個清單 但這個地方還好他不需要清單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一到四十八 剛好就用那個什麼 傳遞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這個是剛剛好 所以我挑這一題主要是因為 他會比較 邏輯比較簡單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第一個我希望怎麼樣 全部下載 第二個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可以怎麼樣 把不需要的東西幫我刪掉 最後呢再幫我把格子裡面的東西 本來一個格子裡面呢 有 有沒有 本來是有 他是他是放一個儲存格裡面有六個資料 那我再利用資料剖析 幫我剖出來 那你就可以馬上得到一個這個結果 再利用那個 上一期課程講的用 Count Countif 加Count的話 就可以馬上算出 1到49號 哪一個開出的次數最高 對不對 馬上可以知道 而且這是 很精確的喔 因為知道來源 是 正確的話 那就沒問題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要當成什麼 你要 買樂透的參考 有沒有 甚至哪一個時間點出現的機率哪一些號碼最高 對不對 但是我還想說是不是可以寫一個App 那個App就是大樂透 你在買那個樂透彩的那個 參考讓人家可以 隨時設一些參數條件 跳出七個號碼 讓他可以去買這七個號碼 機率會不會比較高呢 其實我也不敢說啦 因為這東西其實 僅供參考 你不能有那種 OK 所以這 背後其實有一些 他的用意 OK 所以你會發現 做出來 馬上可以把1到48頁 Countle向下 他有1434筆資料 有沒有 幫我把它全部列出來了 你會發現 最後一筆是2004年1月的5號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 有沒有 其實就是 2014年的 有沒有 1月5號 其實就全部啦 OK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一鍵喔 全部的東西 通通抓下來了 OK 這個是第一個 部分 第二個部分 是我希望呢 不要 匯整到 同一個 工作表 我希望呢 一個page 就幫我下載一個喔 OK 那我再demo給各位看 在這裡可以執行 先把舊的先刪掉好了 然後我demo一下 這邊有個P次新增工作表 那其實這個也是從 前面的那個啦 其實前面寫過的拿來 Copy改一下 就可以 達到你要的效果 其實程式 程式碼會應該會出 超乎各位想像的少了 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看到 1到48 跑完之後又回到第1個 那你會發現第1個page 有沒有 第2個page 第3個page 一時類推 當然呢你也可以怎麼樣 再把前面寫過的刪除 舊工作表就是從483到 剩下一個的話 執行 全部都刪光光 那你可以每一段時間去更新一下 每一段時間更新一下 那就不需要像以前呢 你要土法列剛來做的話 不得了 你要把1到48的page全部下載就是一個浩大工程 那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需要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呢 先第一個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邏輯 那我有把那個 這個 在第 第8個單元 你可以看一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程式碼 那打開這個頁面 我也稍微前面敘述一下 這邊有個剛剛那個網址 另外的話呢你也可以透過Google 查大樂透歷史 那當然不是只有大樂透啊 其他當然如果你動作快的同學 你做完大樂透的下載 之後 你也可以把什麼其他的也通通練習過了 甚至你要 全部 把他這裡面開放的資料 全部都下載下來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而且還有國際專區 所以如果你希望 在這裡面 做一點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的 OK 那 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1到48 的page 先稍微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 等一下我們要 從頭開始 其實我講過啦 其實呢 剛剛那個下載的功能呢 主要是利用呢 在那個Excel裡面有個資料 從web的功能 從web呢 他會跳出一個畫面 你就把那個頁面貼上 然後錄製一個聚集 那個聚集錄製下來之後的話 其實將來就會幫你產生 下載的程式嘛 那未來只要變更什麼 你網址裡面的某一個 有沒有 index page 等於什麼 等於1 等於2 等於到48 那你可以怎麼樣 修改一下嘛 改一個回圈嘛 有沒有 for i 等於1到48 然後呢 把這個裡面的 值變更一下 他不就 全都幫你下了下來了 OK所以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這個 然後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 P次的去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OK 特別注意喔 P次下載之前 可能要先注意第1個 如何 錄製聚集 又回到我們最早 第2個的話呢 就是先錄製一個單次的 單次下載 後面再把它變成P次下載 那你就可以全部下載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所以其實跟前面講的 用過的方法都差不多啦 所以理論上 有一些功能你講的不會寫沒關係 可以先學會 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 其實你真 真的有心要把自動化這件 這個事情學好的話 其實第1個 一定要先學會錄製聚集 反正平常工作有時間 我是建議喔 你就 多錄一下嘛 錄完之後加注解嘛 OK 那再來的話呢 第2個重點 就是說 VBA的基礎 一些基本 像回圈的敘述啦 像邏輯的敘述 這些 一定要熟練 因為其實 錄完聚集之後啊 你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把所有的東西下載下來 不費吹灰之力 而且你會感覺很有成就感 因為實在是太快了 尤其是你每天都要從網路上下載一堆資料 每天都要更新的話 那這個尤其重要 OK 那如果你學會這一招之後啦 以後的資料 你就一鍵就可以完成了 更新資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試一下